我今天希望這個按鈕不要 我就按下它 自動就幫我把 按這個Change這邊就執行 所以怎麼說 一先切到V2Basic 這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工作表的物件在哪裡 記得在這裡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在哪裡呢 有沒有模組的上面 可能要看一下它的那個 工作表的名稱 OK叫VBA 我有改了 如果你沒改的話可能續責2 點開來然後找到什麼呢 這個的工作表 它當它Change的話 那判斷一下是不是 那個H2 怎麼判斷呢 這邊寫一個如果 從哪邊可以知道 Target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Target Target點怎麼呢 打錯了 所以它沒有 Target點 如果你點下去它沒有出現 一些那個屬性跟方法 它表示打錯了 那裡面的話特別是有個屬性 叫Address 這個Address 這個Address就可以知道說 就是這個工作表 工作表物件裡面它變動的是哪一個Address 哪一個位置 OK 所以 位置的話呢 不過它的位置是絕對的 所以你打那個H2的話 記得前後要加錢的符號 不然沒有加這個錢的話 會比不出來 OK Then 然後 Enter Enter兩下 打個 End if OK 實際上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變動的是不是H2 意思就是說 如果不是H2的話 就不要管了 因為 我們主要這個 要 變更 班級的話 只有當那個儲存格 有Change 其他不管 OK 那如果有 是H2變動的話 那我就 就直接出教 所以打一個Call 有沒有 Call這個班級 所以其實你可以 複製這個 然後再到這邊 打一個Call 碰一格 班級就可以 寫完了 OK 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其實 那這樣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不需要這個按鈕 所以這個按鈕 就可以把它剪掉 OK 把它Delete掉也可以 然後呢 點它一下 當它 那個Address 就是這個Worksheet 工作表 物件 它 被Change 所以一般 二班變一班 是Change的 改變了 然後它會觸發那個事件 那那個事件呢 會檢查 是不是H2 是的話呢 它就會去Call 有沒有 所以Call 看看有沒有完成 有了 有沒有 但如果你今天這邊 有Change的話 它不會影響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H2